我們是中國臺灣人 中國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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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狼狹瓜人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的鹽黃子孫 在一個系列都知道台灣是中國人 台灣是中國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剛剛各位片頭看到了 是一位貴州的中國配偶 常常在抖音上帶著他的三個孩子 拿著五星旗拍攝要統一台灣 我是鹽黃子孫 是中華民族 我是中國人五星紅旗 招要大地台灣當歸 不怪這些小孩 但是這四個人 可能喊他爸爸五個 全部是有選票的 而且他們小孩 自己也拍片說什麼 為什麼學校都說台灣不是中共國人 結果這個貴州大媽說什麼 因為你同學他是日本後裔 他有日本的血統 因為以前日本統治過台灣 但是你要記得 我們永遠是中國人 台灣這片土地 是我們五星紅旗的 原來這個世界上 你不當中國人 就只能剩下當日本人了 是吧 台灣的在野黨 說要修短中國陸配 取得台灣護照的年限 其實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有這個香港的作家 有拍影片講 香港是怎麼樣被中國 透過這種洗血統的手法 去控制的 每年都嫁一位公主到匈奴去 而且還要加上 一萬名大漢民女 要讓匈奴大大小小的 官員們的老婆 通通變成 漢人 三代 四代 五代 百年之後 整個匈奴 就都會被演變成 大漢子民 這就叫兵不血刃 天下大事定義 你們知道 中國配偶比起 歐美的配偶 中國的配偶 雖然這個年份 是六年 歐美的配偶 日韓的配偶 可能是四年 但日韓歐美 他們需要考試 他們需要一些財力證明的 他們需要的這個證明的 複雜程度 比這個中國籍的 還複雜一些 而且中文 也不是他們的母語 對吧 所以他們 取得的難度 跟實際在台灣生活的難度 是更大更困難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說這是一個所謂的啟示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台灣現在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需要更多一點的防範 加強一些的防範 這不是很正常嗎 你看看有多少比例的 這個陸配是小粉 當然我不是說全部都是 但是這個比例 上來說是多的吧 對吧 你看他們生下來的小孩 唱紅歌 然後讓他們認同自己是 五星紅旗的中國台灣人 這些人是有選票的 那他們會投誰 肯定是投跟中國有關聯的政黨 可以做中共在台灣的代理人的政黨 是吧 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啦 你就算沒有舔公 但是你是可以被中共 有利用價值的笨蛋政黨 是吧 而台灣每年的調查 台灣本地的人 越來越多人不認同 自己是中國人 那請問一下照這個趨勢來說 這個跟中國相關的政黨的票 就會越來越少 那怎麼辦 那我的票要從哪裡開新的票倉 跟祖國有聯繫的 因為他們一來啊 就會選擇我 因為我是唯一跟祖國有連結的政黨 那他們思念鄉土的時候呢 他們票會投我 對吧 我可以開放更多跟祖國 跟中共有關的政策過來 他們思念也會投我 那即便他們有些是反共 但可能還有大一統情節的 那他們也會覺得我國民黨會反共大陸 那也會來投我 對吧 所以啊 不是我要一刀切啊 像是已經入籍江南的張瑶啊 還有這個公子省 他們也說過 每個中國人出場設定都是小粉 包含他們自己也是 有沒有醒悟是看個人造化 他們也說了這個親寢人的比例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不然現在應該每個人都是公子省 每個人都應該是張瑶 但現實情況是公子省跟張瑶 是十個裡面的一個兩個 更何況是我剛前面放影片的那種陸配 所以我真的覺得非常奇葩 所以真的不是我們要一刀切陸配啊 真正的罪魁禍首的人是中共 對吧 當然我也認識一些陸配 而中共憲法他也規定 只要中共有需要 個人或企業、團體、宗教 都必須為黨提供情報 不然你根本黨支部拿來幹嘛的 為什麼佛教、基督教裡面 也有中國的黨支部 這即便你是沒有中國籍的吼 只要你有家人還是中國籍內 只要他需要 隨時可以威逼利用 那請問你能怎麼辦? 而且我不知道這個貴州大媽是怎麼想的 你知道貴州負債是多可怕 人均GDP才多少 你們經營不散 他不管嗎? 他不管 因為很簡單啊 我今天如果是貴州的父母官 我要衝這個地方的GDP 為什麼? 我衝給聖上看了 衝給聖上看幹嘛 我未來有機會提拔到中南海 我未來有機會當副國籍的 那我再留子孫 我不管 我升官升上去了 我去中央了 我下一棒再交給下一個貴州父母官 那他也一樣要衝GDP 他一樣不在乎負債 他一樣不在乎貴州人民過得怎麼樣 那繼續衝 所以我覺得你多點心思放在你自己貴州身上 還要讓你孩子回去 我也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當然啦 回去也好 回去也好 最好是入籍啊 然後不要在我們台灣投票 對 你做的沒錯 當然你修改了 是加快台灣被中共利用來滲透的進程而已 你不修 他們熬到六年也是可以拿到啊 對吧 我說如果特別有帶任務的那些 而這個狀況其實不只出現在台灣啊 有很多小粉紅群體移民歐美日韓 結婚生子加入了當地的政黨去選舉 或者是他自己的第二代下去選舉 當然也從小教育 你要愛中國 你要愛黨愛國 雖然我們出來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啊 你身上流淌著中華民族的協議啊 那他們到當地去選舉 你要幹嘛呢 就抓中國籍的選票嘛 對吧 就抓亞裔的選票嘛 他說 雖然我是中國人 但我們都是亞洲人啊 對吧 我也可以幫一些亞裔爭取一些福利啊 所以其實美國很多地方就有這樣的狀況 當然我不是說全部都是小粉紅 但有部分是 還比例不少 A政黨覺得我已經選不允你B了 那怎麼辦 那我就希望開放更多更多的移民來哦 不管這些移民 他是非法的偷渡的 反正我只要給他這個申請資格 我只要給他有政治庇護 他隨時滿幾年之後 他就可以有這個美國的投票權 他的後代可以有投票權 然後這些移民呢 他可能就會心存感激 讓他修法順利通過了 這個政黨 或是放寬的這個政黨 那這個政黨他就會再找一些 已經入籍的移民 再加入我的政黨 那新移民的選票就會集中在我身上 對不對 那我就贏了選戰 這是這個政黨想要的目的 對吧 他想贏的選戰 所以他不管用什麼手段 但有一些新移民的政治家 他可能心裡就不是這樣子 他在政治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想念他的祖國 對吧 他可能會覺得說 哦 我父母都跟我說中國多好 中國多棒 對吧 那我可能也沒有真的去中國 我也不了解中國 那為什麼我們美國有些法要那麼排中國呢 哦 因為我是中國人嘛 我有中國的協議嗎 所以這個時候 只要中共有派人過來跟他接洽 你只要在幫我們 在美國的議會上 或是在一些國際的議題上 幫我們中國多講話 然後呢 一切都是美國人想太多了 我們中國根本一點都不壞 對吧 你能在議會上幫我們發生 先阻擋一些抗共的法案 那這樣是最好 你看這個美國跟加拿大 已經有不少這樣的案例被發現 更何況是一個 就在中共旁邊的台灣 也是中共第一個想併吞目標的台灣 然後台灣現在在提倡我要放寬 中共當年逼國民黨投降的人 黨在前線去打韓戰 蘇聯逼迫在東北投降的日本人 以及被佔領地區的人民 上戰場當前線去打德國 很多人就拿一把槍 然後一個彈甲 一個彈甲裡面六發子彈 八發子彈 你就被推上戰場 你子彈根本就不夠打 蘇共他也不管你 他也覺得你是漏盾 你一上去就死了 他只是要消耗敵人的子彈 他只是要讓敵人疲憊 然後他們正規軍再上 那當然啦 這個時候你也不能往後退 因為有蘇聯的都戰員 你往後退他就把你A死了 你也只能硬著頭皮去前方A死德軍 去A死這個韓戰的盟軍對吧 那契丹跟女真也有用過 漢人跟高麗人民 擋在他們的大軍前面 讓宋國跟高麗軍一時猶豫不決 我要放劍呢 還是不放劍呢 我放劍的話 我就傷到自己人民了 對吧 我還傷到他們無辜的百姓了 我不放劍呢 那些契丹大軍 那些女真大軍 就躲在我們人民後面 隨時要進攻城裡面了 那怎麼辦呢 當然最後還是選擇放劍 請問這個時候 你們要責怪宋國跟高麗軍放劍 還是要責怪 把人民當作漏盾 當作統戰政治工具的契丹跟女真 接著帶大家看一些影片 今天知道台灣是中國人 要把我們學校以後 同學說 台灣不是 那你同學 應該是日本特異 因為我們也是中國人 台灣 我們也是 我們 國國 的 主義 我們主將是在 三百年顯著台灣省的 所以我們是福建的 我們就是中國的陽光學生 台灣 一直就是中國的台灣 他何叫回歸 他叫解放台灣 台灣 我是台灣省 高同學 我大台灣省 動心看我的主持 我們是龍的船人 我們中國強大了 我們都有一座盪 一個小盪管 抓我 我的愛 沒有什麼 可以一提搭 好啦 說完糟心了 接下來說一些暖心啦 最近一名小粉紅 去沖繩旅遊的時候 發現我們台灣的悠悠卡 既然可以在日本使用 讓他大為崩潰 發文痛嘛 為什麼沖繩的凹累 可以使用台灣的悠悠卡支付 我以為悠悠卡只能在台灣使用的交通卡 或是到Saven全家 可以買東西的卡而已 現在為什麼竟然能海外支付呢 而且他還不是信用卡 希望哪天在日本也能刷上 上海的交通卡 當然也有些氣不過的小粉紅 就在下面的貼文嗆 我們中國的支付寶 在日本 比台灣的悠悠卡還普及 台灣真破 哪一個悠悠卡就來說是 我想說這是你們中國人 在小紅書上說的 不是我們台灣人說的 而且支付寶 是需要綁定信用卡到手機上 所以呢 你只是手機是一個媒介 但是它還是感應你手機裡面綁的信用卡 我們台灣的信用卡有Visa了 基本上這就是世界通用的嘛 結果你拿綁信用卡的支付寶 來比不是信用卡的悠悠卡 而且只要你在雙北生活的悠悠卡 真的是必備品 雖然我大部分時間都開車了 但有時候我要去酒吧 我會搭捷運啦 或是有時候要去Saven買東西要怎麼樣 或是要繳停車費 這個悠悠卡就很方便啦 這個悠悠卡有不同的形式 有不同的樣式 那當然我也可以選擇用手機付 也可以 台灣早就可以 一直都可以 對吧 只是這個卡我覺得可愛 因為我養貓我喜歡貓嘛 那並不是說台灣沒有用手機支付的功能 所以這跟進不進步無關啦 只是台灣提供了更多樣的付款方式 讓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習慣 或是喜歡的付款方式 像我們台灣也沒有人拍片鏡頭 你看台灣偉大復興 在日本竟然可以用台灣的悠悠卡人 震驚了中國 嚇尿了美國 韓國人貴了 沒有我們沒有這樣 但你們會啊 不是說台灣是你的一部分嗎 怎麼你現在還震驚了呢 台灣這麼幫你中共國長面子 你還不高興的是吧 可見你是台獨齁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是吧 小小姐姐 掰